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阿清分享的故事,这期来继续讲小伙回乡第五十片。 庄泽和江南先跑的地方是浦海市跟金陵市,学生认证基本落实,宣传也如火如荼地进行。 值得一说的是,江南这牛很有主见,跟庄泽合计了一下,直接在这两个市租了一个比较小的办公室,招了几个本地学生留作后续的认证工作。 截止至今日,FC家教平台在这两个市的宣传已经到了三天。 这种提高孩子学习成绩的事情,迅速吸引了高三家长的视线。 从刘安反馈来的数据来看,除了认证的考生外,两个市区的家长注册量也达到了一个可喜的数字。 徐芳当机立断,决定五号再举行一次竞拍。 这次竞拍,燕京、浦海跟金陵同时进行,徐芳大胆估计,这次绝对要开始盈利了。 人事万书雪效率很快,虽然还在国庆假期,但他并没有选择休息。 不仅给公关部招到了负责人,并连三名属下都全部招齐。 而财务部的五名职员也都会在节后全部到岗。 今天就是五号,三个是全部要召开的日子。 虽然现在是法定节假日,但徐芳还是询问了下公司的人,是否有人愿意加班。 公司的人也比较给力,财务加上梦录一共才六人,明天可以过来的就有四人。 慈善机构马上就要开始,第一批给学生结算的工资在七号,这些都需要财务来统计核对。 有这些人的加入,无疑会保证工作的正常进展。 当晚五号,徐芳、刘安以及远在外省的庄泽、江南都守在电脑前看着数据。 三个省同时开放,一共六千的家教,这场面不可谓不壮观。 燕京这边已经是第三次竞拍,但激烈程度没有丝毫减弱。 江陵市和浦海,市虽然是第一次竞拍,但不少家长也听说了燕京那边家长的反馈情况,竞拍。 起来也丝毫不手软。 三个市区,都是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的地方,家长们并不吝啬这些家教的钱。 尤其是浦海市,消费能力并不比燕京低。 晚上十点半,依旧和以前一样,六千名家教全部被竞拍成功。 价格最高的学生,这次在浦海市,一名高考状元的价格,直接被抬到了一千零二十五元每小时。 而排在第二的,则在燕京,价格一千零一十元每小时。 更让人震惊的是,第三名也有着一千元每小时的恐怖战绩。 这些学生的收入,已然完全超出了绝大部分白领的收入,燕京和浦海市的平均薪资,都在四十五元左右。 金陵市的消费水平相对低一些,不过家教的平均薪资也在三十五元每小时。 今天的日流水,已然达到了两千三百万,净利润也在一百八十四万,开始盈利。 第二天,徐芳让刘安给财务们开通了后台,让他们开始做表。 每个财务也都忙碌起来,每个家教的实心统计,第一批家教的结算,每个家长给的中介费等。 每一道程序,都要两人以上的确认才能放行,虽然效率会有所降低,但也大大保障了财务安全。 万书雪挑人的眼光很不赖,招到的人能力很不错。 只是今天中午,那七百多名国庆做家教的学生工资,都已经结算清楚,并陆入了银行体系。 只要明天到了时间,这些钱就能全部发放。 今天下午四点,庄泽跟江南那批人,同时回到了公司。 给大家相互介绍了人之后,徐芳拉着庄泽、江南、刘安、财务师梦露、人事万书雪以及公关部杨柳,全部走进了会议室。 徐芳扫师一圈后才问道,庄泽,你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我这次主要认证了浦海市跟A市的学生、家长认证工作,其中浦海市认证大学生。 截止我回来的时候,认证人数已经超过了四千人,这还是因为有不少学生回家的原因。 不过我每个市都留了四人,负责后期的工作跟进。 其中,浦海市的人数相对多一些,高三学生五万多,比燕京只少一点。 A市高考学生相对少点,只有四万人。 庄泽如实汇报。 江南,你这边呢? 徐芳又问。 我这边跟庄总一样,不过金陵市跟F市的人数,跟浦海和燕京没法比,高三学生一个市也都四万人左右。 其中,金陵市认证学生3780人,F市认证学生3903人,也是受到了国庆假期的影响。 不过过几天的话,这些认证人数会增多。 江南笑道。 徐芳点点头,看着大家道,咱们公司的盈利方式,相信大家也都清楚了。 从高三家长和家教这里扣去一定中介费。 而且,咱们盈利的钱怎么用? 之前也给大家明确说过,扣除咱们公司的运营成本后,其他全部投入到慈善机构中去。 刘安,上次我让你在FC网站上开发一个财务专区,你做好了没? 刘安自信道,已经开发完毕,现在正在内测阶段,如果不出意外,今晚就能全部上线。 这个系统只对我们的财务开放,其他人包括庄总在内,都无法修改账务信息,这也大大提高了咱们的信誉度。 徐芳赞道,这个做得很好,资金管理全盘交给财务部来做。 孟禄,虽然你们部门权力巨大,但受到的关注也最多。 切尽警告其他人,这些数据不得擅自修改,所有改动都要当事人和你签字,出了问题,轻则开除处分,重则交给司法机关。 施孟禄笑道,徐总放心,当时我们学习财务专业的时候,第一个学习的就是职业道德。 看大家都做得很好,徐芳心里输了口气,说出了下一步计划。 现在,FC家教平台已经步入正轨,以后的任务就是扩展我们的业务范围,争取把值得开发家教平台的都搞定了。 然后就是慈善机构这块,等咱们财务核算出,咱们还剩多少钱,多余的钱就可以做慈善了。 我们的基金只给家庭贫困的高三学生服务。 庄总,这些天你跟江南沟通下,先确定几个地方。 每个学生给多少助学基金,给多少名学生,这些都要你们自己定夺。 然后公关部这边,我们家教平台很难被别人诟病,别人想抹黑我们也很难下手。 无非前期会有人说我们公民钓鱼,但一旦我们的财务信息全面公开,这些流言蜚语都会全部消失。 你们这边的任务,就是不断经营,打造FC的口碑,让我们的形象尽快树立起来,让上面,让社会,让所有人都认可,认同我们。 说到这里,徐芳忽然想到了什么,立刻道,对了,现在媒体这边对我们很关注,这边要配合,主动联系各家媒体,一般由庄总出面,具体怎么安排你来定夺。 杨柳入职之前就知道FC的经营范围,本来他还好奇来了做什么呢,如今听到徐芳的话,他立刻找到了工作的重心,振奋道,徐总放心,我一定尽快把口碑做大。 好的,以后有什么事联系姜总。 江南这边有事情解决不了,就联系庄总,平台这边的事儿以后我很少过问,明天我也回去。 徐芳笑了笑,虽然来燕京的时间不长,但每一天都十分忙碌。 明天就走,江南有些吃惊问。 对,我相信大家的能力,庄总更是成功的商业家,相信有庄总坐镇,FC只会发展越来越快。 徐芳笑了笑,挥挥手道,感谢大家在国庆假期内加班,会有一定的奖励,散会吧。 庄泽并没有走,看着徐芳诧一问,方哥,你真要回去。 徐芳怂怂肩笑道,我留着还有什么事吗? 庄泽文言一愣,仔细想了想,虽然徐芳在燕京只待了一星期,但,FC家教平台发展的所有思路,人家都已经给定好了呀,留下来又有什么意思? 愣了半晌,庄泽才叹口气道,方哥,你这本事我真是服了。 不过你回去要是没事的话,不如在燕京多待几天。 这几天天气不错,地多有不少好玩的地方,你可以转几天再走。 燕京?徐芳微微一笑。 那六年,燕京这地方她可没少来,当即摇头道,不看了。 昨晚收到消息说,秀兰大酒店在绝省,又开始被谢氏集团百般阻挠,想更进一步都极为艰难,我得过去看看。 谢氏集团庄泽也有所耳闻,两省俱念,没想到徐芳竟然跟他们硬杠到了现在,甚至每次交锋都能略胜一筹。 庄泽钦佩道,行,这边有问题我联系你,你那边有什么麻烦也知会我一生,我要是能解决,一定万所不辞。 谢了。 晚上,徐芳就坐上了回青云市的飞机。 到了青云市已经晚上十一点,徐芳在附近停车场找到自己的车,开车朝越海村时去。 到了九龙山脚,徐芳才发现景区门口的保安亭还有人值班,仔细朝李一看,徐芳不禁乐了。 开车过去放了个喇叭,李三叔,咋回事,怎么大家开始值班了? 李三叔也看清楚了是徐芳,急忙将栏杆抬起来,随即走出保安亭。 村长怕有人在景区干坏事逃走,现在景区门口要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到时也能拦一下。 小芳,你咋大晚上都回来了? 徐芳笑着递过一包烟塞给李三叔,在外面办了点事,刚下飞机,行了,你也眯一会儿。 过两天,我在这放几盒好茶叶,你们也七点茶水喝。 李三叔知道徐芳很少跟别人客套,说到就会做到,心里也暖洋洋的。 大家都怕你有钱了就变了呢,这一看啊,跟以前还是一样。 我要是变了,我也不得从弟弟出来把我带走。 三叔,我不打扰你了,先走了。 徐芳笑了笑,开车回了村子。 真是个好小子。 看着徐芳开车走远,李三叔拿着手里的烟,呵呵傻笑。 徐芳到了海边,本以为依旧是黑灯瞎火,但让徐芳眼睛一亮的是,海边的路灯依旧亮着。 甚至海边还有不少人,有的在考串,有的在举办篝火晚会,看着很热闹。 看着兴高采烈的众人,徐芳心里微微一乐,开车朝自己家赶去。 到了家里已经很晚,徐芳仔细听了听,郑秀兰房间还有动静,直接上了楼。 正要敲门,门忽然被拉开。 郑秀兰也吓了一跳,打死她她也没料到,门口竟然站了个人,她只不过想临睡前上个厕所而已。 还好郑秀兰心已经足够沉稳,不然这一嗓子下来,其他女人肯定以为徐芳想做啥。 狠狠瞪了徐芳一眼,郑秀兰催道,回来也不知一声,回房间等着,我上个厕所。 徐芳很是尴尬,看着郑秀兰就这么扭着出门,心也一横走进了郑秀兰房间。 没多久,郑秀兰就满脸羞红走了回来,注意到徐芳的目光,郑秀兰催道,看什么看,转过去。 徐芳此刻胆子到大了,笑眯眯道,又不是没见过,再说看两眼,你也不吃亏。 郑秀兰气哼哼地穿上睡衣,半天还是气不过,狠狠宁了徐芳一把才问,怎么这么晚回来了。 徐芳比牙咧嘴道,这不在那边也没啥事,留着也是浪费时间,不如回来陪陪大村长。 算你有良心,郑秀兰白了徐芳一眼,忽然道,燕京的小姑娘们还不错吧。 嘿嘿,哪有大村长好,徐芳有意无意瞥了眼团子,颜值不够不说,规模也没你大。 老不正经,郑秀兰称了句,又问,那边网站做得怎么样了? 基本差不多了,燕京应该是站稳了脚跟,浦海市、金陵市也开始了起步,反响还可以。 A市跟F市过两天就要开业,总的来说,局面已经打开,如果不出意外,麻烦就解决了。 徐芳如实汇报。 郑秀兰知道徐芳去做什么,又问,这次就只为了解决领导的民生危机。 主要目的是这个,不过真正得到的东西远远不止这些,等民生真正起来,咱们完全可以借助家教的名气给我们企业宣传。 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在家教平台宣传咱们的山鸡蛋,说有助于高三学生营养跟进,你说家长会不会买呢? 郑秀兰眼睛顿时一亮,惊喜道,对啊,不仅仅是山鸡蛋,到时咱们药店也推出一些营养品,也可以挂在上面卖。 咱们现在山鸡蛋都不够买的,哪里需要朝那上面放? 徐芳文言不禁哑然失笑,瞧把你精明的。 姐年纪不小了,还不得精明点多攒些钱,不然以后没人要也没钱,那人生就完独子咯。 郑秀兰感叹道,一转眼就二十九了,时间过得可真快。 徐芳文言一愣,看了眼眼里稍许落寞的郑秀兰,心里微微一疼,鬼使神拆下说了句。 没人要我养你啊。 郑秀兰没来又心里一喜,休息地看了眼徐芳,翘脸苏红问,当真。 徐芳知道郑秀兰对自己有好感,但自己对她何曾又有过讨厌。 只是感情这种事,徐芳向来喜欢水到渠成,也不着急摆一些事说破,只是含糊点头道。 那必须的,毕竟看也看了,怎么也得负点责吧。 滚你妹的。 郑秀兰翻了个白眼,下去休息吧。 不都要我负点责了吗?不如让我多占点便宜,比如今晚不走了,以后好对你彻底负责。 徐芳黑黑笑道。 不过话刚说完,徐芳就直接溜出门外去了。 郑秀兰一脚踹了空,恨恨挥了挥拳头,随即脸上也露出了一抹笑意。 一日,其他吉女才发现徐芳回来了,一个个兴高采烈欢迎徐芳回家。 本来徐芳对吉女的态度还很满意的,结果吉女一合计,直接把她推进了厨房。 徐芳不禁翻了个白眼,一个个的,感情都惦记着她做的饭呢。 吃着早饭,徐芳跟吉女聊着天。 此刻女孩们都已经齐了,刘海连工程那边也已经结束,也在家里。 邵静,你那海鲜养殖怎么样了?徐芳问道。 邵静眼里有些得色,咱们这边的几个海湖,我全分给村民了,大家一起投资一起赚钱,每季度应该能分不少。 我找了一个村子,专门建立野生善备的养殖,养殖面积扩大了不说,因为那边不是景区,也不用顾及好不好看,建设成本也低了不少。 以后的产量比现在扩大了五倍。 五倍,徐芳有些吃惊,这可是很大的利润。 嗯,不过现在想再扩建就很难了,我到处跑了一圈,周围没有更合适的海域,可能以后规模只能这样了。 邵静有些苦恼,徐芳笑了笑,提供了条思路,既然国内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可以去国外看看啊。 做成干贝运回国,走海运的话运费也没多少。 邵静闻言,眼睛一亮,窝的一下站起来激动道,这个主意啊,我该啥时候动身呢? 徐芳吓了一跳,她万万没想到这牛反应这么大,一把把她拉回去做好,无语道。 你在外面饲养的扇贝要成熟了吧,你一个人能照应过来吗? 现在去一趟国外,还有精力顾及现有的扇贝吗? 别着急,等计划好了再行动。 邵静也知道自己太激动了。 尴尬道,这不有了赚钱的法子,心里激动吗? 行,我待会好好调查下哪儿的海域干净,我也过去凑个热闹。 嗯,你也别太拼,现在赚的钱也够你花了。 徐芳说了一句,随即看向赵红艳,问道,红艳,最近你感觉怎么样? 赵红艳属于小富吉安的女人,倒没绍静这么拼命,一脸满足道。 我还好,六艘渔船已经够目前几个市的海鲜供应,不过再多的酒店,我也供应不了。 一来需求量太大,二来会破坏这里的生态平衡。 嗯,就维持现在的捕鱼量就可以,其他酒店,我会采购其他食材做主打菜。 徐芳最后看向刘海莲,温和道,海莲,如今越海村景区的建设,基本算告一段落了,其他也就是零零碎碎的小工程。 后期还会有一些大项目,比如开发越海村山地的景区,不过这些都得过段时间了。 你最近有什么想法没? 刘海莲看了眼徐芳,心里很是感恩。 自己最落魄的时候,是徐芳给了她一条活路,然后给了她发家的路,给了她崛起的路。 她心里很清楚,如果没有徐芳,现在的她哪怕公司没倒闭,可能也需要祈求别人的可怜,做个小包工头。 深思熟虑半晌,刘海莲才道,我也没想好,现在A市那边还有工程在做,养活一个公司还没问题。 那小区建设起来还要不少时间,到时咱们越海村的山体也该建设了吧。 徐芳看了眼刘海莲,她很清楚这女人很自强,事业心比少敬还要强许多。 她之所以这么说,估计也是考虑到了徐芳情绪。 沈然笑道,别呀,趁着建筑行业还很赚钱,该出手就要出手,不然以后这个行业越来越难做,你再想抢占这块蛋糕,就真的晚了。 越海村景区现在也有不少名气,完全是你的招牌。 以后哪有大工程,你都可以带着越海村的优秀成绩去竞标,也能迅速扩大自己的企业。 你不是一直想做大做强的吗?这个机会可不要错过了。 刘海莲感激地看了眼徐芳,咬唇轻轻点了点头。 徐芳,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郑秀兰忽然问道。 现在咱们村呆几天放松一下,然后也得盯着点酒店的生意。 我们酒店虽然出了省,但也只在A市打开了市场,本来已经优势进险。 结果谢氏集团动用了所有资源进行反扑,听说营业额降低了一些,这些也要想办法解决下。 提到谢氏集团,徐芳眼里也闪过一道锋芒。 景区已经建设完毕,徐芳心里也少了一块心事,也能多分出一些精力来对付谢氏集团。 郑家跟谢氏集团在地产生意上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养家恩怨已已很久。 郑秀兰自然支持,那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开口,我让我爸全力配合。 好的。 徐芳点了点头。 叮铃铃。 刚吃过饭,徐芳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看了看号码,提示的是林香雪的。 徐芳按了接听。 林总,什么事? 你现在在哪呢? 粤海村。 我也回青云市了,你过来,咱们碰个面吧。 A市那边出事了。 林香雪本来雍容的语气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灵力。 徐芳从未听过林香雪杀鸡凛然的语气,如果不是事情太过严重, 以林香雪的气量自然不会如此失态,心意咯噔,急忙问道,出什么事了? 咱们A市三环的那个酒店被人烧了,林香雪尽量克制住自己语气的颤抖。 徐芳文言只感觉脑子一猛,随即问,有人员伤亡吗? 有两个轻伤,现在已经没大碍了。 但现在已经有人到处抹黑我们酒店,说在咱们酒店就餐不安全, 可能酒店还被人埋了定时炸弹,照着这势头下去,咱们在A市的市场肯定没了。 林香雪沉声道,你先别着急,我过去找你。 好,林香雪轻恩一声。 徐芳,发生什么事了?感受到了徐芳的凝重,郑秀兰着急问道, A市那边出了点问题,我这赶过去看看,你们有事打我电话。 徐芳丢下一句,便辞别挤女朝市区赶去。 徐芳这才刚回来就走,天天太忙了。 看着徐芳离开,赵红艳叹了口气,生意做大了,肯定不会一直闲着,随她去吧。 郑秀兰对徐芳的行为很理解。 徐芳驾车一路急迟,半小时后就到了上院小区。 香雪,欣怡,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来到客厅看到两女都在,徐芳平静问。 前些日子就回来了,M省的市场基本稳定了,在外面待着也不是个事,结果就出现这档子事。 林香雪语气依旧寒冷。 雨醉那边怎么说?徐芳问道。 发生这么大的事,雨醉那边也在等我们出解决方案,不过她那边的公关部已经在行动,尽量将影响压到最低。 林香雪如实说着情况,已经报警,警方也已经立案,但究竟是谁做的还有待考证。 我去一趟临安。 徐芳知道在这里待着也没用,不如过去看看。 我陪你一起去。 林香雪也起身道。 徐芳本不想答应,有人敢在A市这种地方纵火,背景和能力肯定不凡,林香雪去很可能会发生危险。 不过看到她坚定的眼神,徐芳也微微点头。 机票都是下午的,上午的票赶不及了,徐芳三人一合计,干脆开车过去。 将车加满油,徐芳就开车上了高速。 将导航打开,在没有监控头的地方,徐芳直接将油门踩到了底。 看着时速不断上涨,直至二百六十麦徐,方才停止加速。 因为开得很稳,坐在后面的两女道没注意,徐芳正疯狂超车。 四小时后,徐芳将车头一拐,就下了高速。 没有了,林香雪好奇问道。 到临安了。 徐芳平淡道。 这才十二点,林香雪惊呼道。 开得比较快。 徐芳笑了笑,将车速放缓下来。 并没先去找赵雨飞,徐芳开车带着两女来到了三环被烧的酒店。 离老远,徐芳就看到焦黑一片的墙体,窗户有的已经被烧化。 原本气派的广告牌,也只剩下孤零零的架子。 原本华丽的酒店,此刻也只剩下光秃秃的楼梯。 徐芳围着楼梯走了一圈,因为周围有不少人围观,所以也没人注意到她。 徐芳看了一圈后,大概有了判断。 这应该是凌晨三四点的时候被人纵的火,这个点酒店没人,不容易闹出人命,更不容易被人发掘。 别人烧的时候,四处撒了汽油助燃,不然靠这楼的防火结构,不会轻易燃烧。 究竟是谁这么大胆子?徐芳的拳头逐渐捏紧。 开车来到二环的酒店,赵雨飞看到徐芳几人来了,立刻焦虑地迎了过来,徐总,林总。 黑狼呢?徐芳语气冰冷问道。 徐爷,我,看到徐芳,赶过来的黑狼语气有些结巴。 徐爷,不是我做的呀。 我知道不是你做的,把你知道的信息全部告诉我。 徐芳目光如刀,让黑狼心里一阵惊慌。 黑狼不敢隐瞒,直言道,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今早才知道楼被烧了。 我打电话给跑牙强询问情况,他说也不是他干的,但他说万家生佛前两天给他打过电话。 电话里说的什么?徐芳语气有些冷。 他不说,他说怕得罪万家生佛。 黑狼似乎怕徐芳不信,补充道,我还过去抽了他几巴掌,但跑牙强还是比较为难,我也没好为难他。 徐芳微微点头,跑牙强能提供万家生佛给他打电话的消息,就已经十分难得。 再让他张口承认是万家生佛背后指使,显然强人所难。 你感觉是万家生佛?徐芳问道。 黑狼文言点点头,分析道,万家生佛找咱们麻烦,应该是受到了谢氏集团的指使。 虽然谢氏集团跟万家生佛在苏,这两省一黑一白,看着井水不犯河水,但两家可以互相利用的事情很多,如果对方有求,一方也会尽量满足。 上次万家生佛找报牙强来对方你,虽然已经失败,但他们也不会轻易放弃,所以才有了这次纵火事件。 纵火之后,他们还会有下一步动作吗?徐芳追问道。 按照以往的风格,他们应该会找你聊一聊。 黑狼分析道。 徐芳微微点头,先稍一栋楼警告一下,让自己知道万家生佛的厉害,然后在自己心慌无比的时候,顺势提出自己的需求。 如果徐芳是一般人,可能真会就此收手,认命。 但徐芳这却种,当年枪林弹雨里都面不改色的狠人,怎么会惧怕一个地下混子? 嗯,我知道了。 徐芳点点头,拉过赵雨菲道。 雨菲,这件事只是个意外,现在找人快速修复酒店,修复后重新开业。 酒店这边加强安保工作,晚上也要有人巡逻。 好的,一直不知该做什么的赵雨菲急忙点头,从街道酒店被烧的消息到徐芳来,他总算安了点心。 徐芳,接下来怎么做,这亏咱们就这么认了。 林湘雪问道。 徐芳眼里闪过一道凶光,为什么要认了?不是已经报案了吗?等警方给结果就行了。 咱们普通老百姓能调查什么? 谢氏集团跟万家生活沆瀣一气,不管是他们谁做的,肯定都会阻止警方办案。 到时肯定又会是一个无头案件,不了了之。 赵雨菲待在A市时间不短,对谢氏集团的了解也多了几分。 有人可以阻止他们办案,但也可以用一些方法让他们好好办案。 雨菲你先去忙,大家也各自守住自己工作,我先出去烫。 徐芳吩咐一声,便出了门。 挑个了小巷子,在一个小亭子里买了张不记名的手机卡,又换家店买了个老人机,将电话卡插了进去。 找个无人的角落,徐芳给自己的手机发了条短信,这只是一次警告,先一周内滚出A市,不然后果自负。 然后将这手机卡拿出来折断,随手扔进了垃圾箱里。 回到酒店后,徐芳直接进了办公室,赶紧将这条短信截图,然后打开秀兰大酒店的微博,将这张图挂了上去,并配了如下一段话。 今年在A市,谢氏集团长子谢墨,开车冲向我意图谋杀,幸亏我及时发现并惊险躲避,看谢墨还想继续,迫不得已开车与其对碰。 警方与谢氏集团沆瀣一气,以莫须有罪名对我进行逮捕,并对我进行殴打,想让我去打成招认了故意杀人罪。 本人是死不从,谢氏集团谢正非与其儿子,更是直接进入审讯室对我动手。 索性有贵人相助,才使我虎口脱险。 如今,本人所营业酒店被小人恶意纵火,不知如此重大的案情,是否与竞争对手恶意竞争有关,警方能否重视一下? 能否保证一个合格的纳税人资产安全,歪裹人自行车丢了一天内就能找到? 一个合法纳税人这么大的损失,几天能找到真凶? 随着这条微博发出后,所有人顿时震惊了。 大家对弱者有着天生的同情,此次徐芳无疑也成了一名弱者。 而徐芳这睫毛都是空心的聪明人,很懂得审时夺势。 任凭谢氏集团跟万家生佛在江浙两省首眼通天,可以阻止警方调查此事。 但你们权势再大,可能大过天下苍生。 哪怕你们想压,又能压得住天下百姓。 这条微博发出后,微博上的二百万粉丝顿时炸开了锅,纷纷转发支持,声讨谢氏集团。 卧槽,原来还有这种大黑幕,希望警方这次给力。 都是华夏子孙,希望能给自己人一个公道。 苏这大酒店就是谢氏集团的产业,肯定是他们恶意竞争啊。 就是,人家可是合法的纳税人,如果财产安全都保证不了,以后谁还敢在A市安家置业。 以后干脆两个省的产业都划分到谢氏集团得了。 这上面可是天下百姓的,怎么就由黑暗势力掌控了? 如果一些人不作为,请予以制裁。 卧槽,这还有天理吗? 支持秀兰大酒店维权,在人们同仇敌忾的情况下,转发和评论开始快速飙升。 徐芳也不怠慢,联系了下水军开始造势,最后势头终于朝三个明确的主。 提发展 一,秀兰大酒店的安全务必要保证。 二,纵火凶手一定要尽快查明。 三,谢氏集团都不是好人,抵制他们所有产业。 秀兰大酒店在A市新闻本就多,被人纵火的事儿更是满城皆知。 如今的秀兰大酒店正是被人关注的时候,随着这条微博发出, 本地的媒体根本不用徐芳去公关,直接就登载了这条微博。 一时间,网络风暴被传得沸沸扬扬。 A市警局,领导顾长渠此刻看着手里的资料,眼里充满了愤怒与无奈。 秀兰大酒店的这条微博,简直就是在逼迫他们啊。 这次舆论肯定会变成全民关注,而且速度跟龙卷风势的根本来不及封锁消息。 现在,如果屏蔽这些新闻,恐怕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反弹。 这次如果调查不出来原因,自己这顶乌纱帽可能就留不住了, 至少会有相关部门来调查自己跟谢氏集团究竟有没有利益瓜葛。 上次就是因为秀兰大酒店,不仅惊动了上面,自己都受到了不少牵连。 而现在,又是秀兰大酒店出了事,一时间顾长渠也无比淡疼。 这种事还不能拖着,要尽快做出回应,不然群众的口水都能把A市警局淹没。 沉思半晌,顾长渠终于召集大家一起开会。 金陵氏,谢氏集团大厦,谢正非在办公室喝着咖啡。 自打儿子入狱后,自己不管如何活动都没法把儿子保释出来, 这也成了他一大心病,对秀兰集团的恨意也愈发深厚。 而且秀兰集团竟然步步紧逼,竟然凭借一个酒店在自己的大本营站稳了脚跟。 这更然他火冒三丈,但正面的进攻竟然拿秀兰大酒店毫无办法, 所以他上火的同时也无比抑郁。 如今听到秀兰大酒店被人一把火烧了的消息, 让他一直郁郁寡欢的心情,终于多了几分惬意。 拿起电话,谢正非找出一个号码拨了过去。 半晌,电话终于被接通,一道浑厚的声音传来, 谢老弟下午好啊! 没打扰佛爷吧,谢正非客气问。 没,上了年纪也不需要怎么休息了。 听谢正非的称呼,这人正是万家生佛。 佛爷真是大手笔,这次我得好好感谢佛爷了,谢正非欣喜道。 咱俩说这话就见外了,举手之劳而已,佛爷的声音很慢, 甚至有些慈祥,俗话说帮人帮到底, A是这边的事儿我帮你摆平,这周内就让他滚出临安。 至于其他生意上的事儿,我也帮不上太多忙。 其他的不敢劳烦佛爷,这几天我过去拜访下你。 谢正非笑道。 好说。 挂了电话后,谢正非难得哼了两句小曲。 不过这种愉悦的心情没保持多久,秘书就踩着高跟鞋,快速跑来。 谢正非心咯噔一下,平时自己秘书都优雅端庄,何时如此急切过? 而且他表情有些慌乱,显然是出事了。 当即心一沉,快速问,出什么事了? 秘书将手里资料放在桌子上,急切道,谢总,秀兰大酒店那边反击了,您看看这些资料。 谢正非立刻拿过秘书整理的文档,当一页页看过去后,脸色也完全阴沉下来。 这一打资料里,最上面的内容就是秀兰大酒店的微博,当看到这条微博的转发,评论和阅读量后,谢正非心里就按道糟糕。 再看了看接下来的文档,竟然是各大媒体对这件事的关注,照这个势头下去,做到全民关注的程度并没有什么难度。 全民关注本没有什么问题,但关键在于群众的反响对谢氏集团实在是不利。 怎么在谢氏集团消费就不配做华夏人了,这观念要是深入人心,谢氏集团还不彻底倒了。 叮铃铃,正当谢正非沉思间,一道电话铃声忽然传来,看了看号码,谢正非收起原本的怒火。 语气也瞬间转为了平静的态度,温和道,顾局,有什么事吗? 老兄,秀兰大酒店的纵火案件,这次是没法消极代工了,舆论的压力太大,这件事与你有关系没?顾长渠问道。 谢正非愣了下,不过这种事,当着警方的面,他自然不能承认,笃定道,绝对没有。 那边顾长渠道比较了解谢正非,虽然对方否认,但依旧提醒道,没有关系最好,如果有关系一定要完全批清,这次可能会惊动上面的人,所有人都盯着我们办案,肯定要公事公办了。 挂了电话后,谢正非只感觉心乱如麻,本来打算借助这件事,彻底打击下秀兰大酒店,结果事情反而弄巧成桌,让人家把名声更抬高了一步,谢氏集团反而也落入了名声危机中去,发出公告,尽快撇清我们与这件事的关系。 虽然无奈,但一些事还得做,谢正非吩咐道,是,秘书文言立刻领命去了。 A是,秀兰大酒店,赵宇飞的办公室。 徐总,这样有用吗?赵宇飞忧虑问。 徐方没说话,林香雪率先解除了赵宇飞的疑惑,完全可以,这次舆论造起来,最先给的就是上面压力。 如果警局的头不傻,一定会意识到这个问题,至少咱们现在这个酒店很安全。 然后这件事是,发生在谢氏集团的地盘,他们跟我们恩怨已久。 不管这件事是不是谢氏集团在背后主导,陷害别人这个坏名声,他们暂时是坐定了。 接下来几天,谢氏集团的发展可能会停滞,甚至下滑。 听到林香雪的分析,赵宇飞和经理杜晴, 此刻心里掀起了滔天巨浪。 原本让他俩束手无策的问题,没想到徐方来了之后,立刻就化解了名声危机,甚至还打击了下谢氏集团。 徐总,您这招厉害啊,赵宇最发自肺腑的赞叹。 徐方摆摆手,叹口气道,厉害有什么用,还是得查清楚究竟谁是幕后。 凶手,不过现在咱们一点线索也没有,只能被动地调查。 什么是被动地调查?赵宇飞问。 等。 徐方倾途一声。 接下来几天,A市这边的秀兰大酒店,也在紧张地进行酒店烧毁修复工作。 在高薪的刺激下,施工队加班加点的施工,没有丝毫懈怠。 在这种疯狂的进度下,原本烧毁的酒店也每天一个样地修复。 燕京市。 8号,国庆黄金周结束,也是学生们正式上课的日子。 对众多学子来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开学日。 但对于在国庆节就开始兼职的763名学生来说,今天却是一个大日子。 11点50,随着中午放学铃声响起,不少学生开始收拾东西下去。 叮咚! 一道轻微的声音传来,房特同学好奇拿起手机,随即眼里充满了信息。 这是一条银行到账的信息,信息备注是本周家教工资,扣除3%的费用。 后,一共是543.2元。 看着这条短信,房特在被巨大信息笼罩的同时,眼睛也有些湿润。 他是来自济北省的贫困学生,家庭收入一年也就三五千,供他出来上大学也是疏为不易。 如果不是贫困家庭,学费已经全部减免,恐怕他还没法得到这份工作。 不过他上大学这些日子,生活过得也无比艰苦。 以家庭的条件,一个月给他300块钱就已经很不容易。 如果不是还有助学金支撑,恐怕他连饭都吃不饱。 本来他还到处为生活发愁,知道FZ家教平台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名。 知道今天会发工资,说实话他一上午都有些不在状态,生怕被人给骗了,这可关系到他以后的生活。 终于,当看到这条短信后,房特忧虑了一上午的心,终于收回了肚子里。 这一瞬间,房特对FZ家教平台已经无比感激。 怀着激动的心情,本来是午饭时间,他根本来不及吃,直接冲进了宿舍。 快速拨了一个电话号码,等电话接通后,房特才大声道,村长,能帮俺找下俺妈布? 是小特呀,你等会,我五分钟后再打来,我这句喊人。 村长也没啥架子,直接硬了下来。 守在电话机旁,房特扮上还是无法平静下来,原本短短的五分钟。 在这一刻,却是无比的漫长,他迫不及待地想跟家里说清楚,他已经有养活自己的能力了。 五分钟的时间终于到了,房特快速按了一遍刚才的号码,很快电话就被接通。 他父亲的声音率先响了起来,牙子,你在那边上学还习惯吗?咋这么久没给家里打电话? 在这边有点忙,就没天天打,本打算一个月打一次呢,这样也省花费。 房特小声道,在外面别苦着自己,我听说大城市花钱快,你这出去都一个多月了,是没钱了吗? 我待会去镇上的信用社给你转账。 房特父亲宽慰道,有钱,我还有钱。 房特快速道,爹,以后别给我打钱了,我找了一份兼职,赚的钱够我花的了。 房特父亲明显一愣,随即道,牙子,你胡闹什么,现在是学习的时候,挣什么钱? 你现在就安心学习,钱不够花,就跟我要,我跟你妈再苦再累,也把钱给你凑出来。 房特强忍住眼泪,尽量让声音平静。 爹,现在学习任务没那么重,自己的时间也多。 而且,这份兼职也是正经活,给高三学生做家教,给他们补课。 是俺们学校的记者团团长组织的,现在有好几千个学生都在做。 俺这个星期赚了五百,等下个月赚钱了,俺寄给你。 你们在家吃好穿暖点,别苦了自个儿。 一星期赚五百,电话那边的房特父亲此刻很是震撼,一星期五百,这一个月可不就得两千? 这比他赚得还多啊。 是啊,工作不累,一天就忙两小时,俺这赚得还是少的。 我听说有人一小时就能赚一千,比俺强多了。 房特怕父亲不信,立刻扯出了自己那个同学。 好好,眼儿有出息了,房特父亲有些哽咽,似乎不想在儿子面前哭,抹了白眼泪道。 你妈就在我旁边呢,你跟她说几句,这些日子,她念叨你呢。 房特跟二老没聊多久,二老就心疼电话费匆匆挂了电话。 听着电话里的盲音,房特也长吐了口气。 她很清楚自己上大学给家里带来了多少压力,现在自己能养活自己,可以给家里减轻不少负担。 甚至她还计划着,等下周发了家教工资,就去买一个廉价的智能机,然后再给家里买个老人机,这样打电话也方便。 而且买一些零月租的卡,不打电话,根本不花钱。 而她也能凭这份工资,每天都能吃饱,至少能活得跟普通人一样,她心里就忍不住有些雀跃。 和房特一样,其他七百多名在假期兼职家教的学生,都陆续收到了工资。 一瞬间,在学校论坛,各大高校贴吧,学生自己的朋友圈,空间,都被这些学生刷平了。 不少学生晒出了这个月的工资,低的就四百,高的有达到了六千。 当然,一些收入更高的学生根本没秀收入。 这些学生本都出自名校,这里的一举一动,时刻被各大媒体盯着。 当看到这一大群人都晒出了自己工资,一些新闻记者顿时闻风而动,纷纷采访这些学生。 一时间,FZ家教平台的名气再次高涨。 一处大院的房间内,江南低头在沙发上坐着,而他对面则坐着一对中年男女。 男的国字脸,虽然是在家里,但脸上依旧透露着威严。 而男子旁边坐着的女人,面容跟江南倒有几分相似。 小南,我听说给你安排的实习单位,昨天你没去面试,江迅皱眉问道。 江南知道这事瞒不住,干脆点了点头。 怎么没去,江迅看着女人,眉头又皱紧几分。 平时女儿乖巧懂事,可从来没忤逆过家里意思。 这次怎么不仅没听自己的话去面试,甚至连智慧她一生都没有。 看了眼一脸怒容的父亲,江南犹豫了下才道, 我不想做记者,不想去那个单位,我想有我自己的生活。 江迅夫妇闻言顿时一待。 良久,江迅才反应过来,一拍桌子呵斥,胡闹, 你知道什么叫生活,是不是感觉我要求严了? 还是感觉压力大了?我告诉你,自甘堕落是一时爽快, 但终究毁的是自己。 一旁寒昭雪有些看不下去,但仍埋怨道, 小南,你爸生气也不是没到。 李,你也知道他,这辈子可从不求人。 为了给你找个合适的职位,他可是拉下脸求了不少人。 你就这么不去了,你爸能不生气吗? 今天下午,必须过去,江迅拍桌子沉声道。 江南自幼家教严格,虽然在学校已经是叱咤风云的记者团团长, 但内心深处还是十分惧怕自己父亲。 但他这么多年,确实没多少快乐, 想到这些日子自己过得如此充实,当即勇敢地抬头, 坚定道,爸、妈,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 但你们真的了解我吗? 让我做了记者,你们女儿会快乐吗? 江迅此刻不得不重新审视下女儿。 记忆中,好像很久没有好好端向女儿了。 这一看,似是从粉雕玉琢的小丫头,直接变成了大姑娘。 一时间,江迅竟然平静了下来,缓声问, 那你想做什么? 我现在有自己的目标,再给别人工作。 国企还是思企,江迅问道。 思企,做什么的? 江迅的脸也拉了下来。 做学生兼职的,不知你们听说过FZ家教平台没有? 江南若若问道。 FZ家教平台,江迅皱了皱眉,随即他猛然抬头,盯着女儿问。 是那个用大一学生给高三学生补课的平台吗? 嗯,爸你真听过啊,江南微微有些亚然。 江南惊讶,江迅更惊讶。 本以为自己女儿是害怕进入央视后压力会大,刚才还很失望,但此刻她心里的那些不悦已经消失了大半。 别人可能不理解FZ家教平台的意义,但她很清楚。 这个家教平台,直接,有效地提高了大学生的价值,让他们现在开始,不仅可以丰衣足食,一定程度还给社会创造了价值,甚至能给祖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大学生,对整个社会,教育都有不小的意义。 虽然现在FZ家教发展时间不长,但只要这个平台能平稳,有效地进行发展,以后在社会中绝对能有一席之地。 一旁韩昭雪显然也听说过这个平台,急忙问,你在里面做什么?实习生? 总经理,江南小声道。 总经理,江迅夫妇对视一眼,韩昭雪又问,真的假的,总经理是里面最低的职位吗? 看着父母怀疑的样子,江南翻了个白眼,不满得多了多嘴,妈,您别瞧不起自家闺女行吗? 我虽然没参加过正式工作,但也不傻好吗? 里面有两位股东,股东下面就是我,你闺女现在管理几个部门呢? 让你管理几个部门,此刻江迅夫妇更惊讶了。 小南,你进的是FZ家教平台吗? 不是网上说的那个吧? 江南知道自己年纪太小,口说无凭,他们根本不信,跑回屋报过笔记本, 打开FZ家教平台的网址道,全国现在就一个FZ家教平台, 而且面向的都是大学生。 我能不知道这网站,北京这边所有大一学生的认证,家长认证都是我负责的。 现在公司的运作,很大一部分都我在负责,你们别瞧不起人行不? 都给你做,江迅道吸了口凉气,他们可真敢用人啊。 那可不,两个股东都很有能力,尤其是许总,那眼光,策略,胸怀跟魄力,我真打心眼里钦佩。 江南赞叹道,那他们给你多少工资? 韩昭雪问道,现在的社会很现实,重不重视你,完全可以在工资上体现出来。 江南想了想到,许总说现在公司才刚起步,工资给得比较低,会在后期体现。 听到女儿的话,江迅夫妇第一感觉就是女儿被人耍了,正要劝劫女儿解决。 但江南接下来的话却让两人嘴巴张开,半赏说不出话来。 现在年薪就二十万,以后还会涨一些,但公司接下来还有大动作,所以也不可能高到离谱,反正够花就行。 江南悠悠道,江迅此刻感觉有些荒谬。 一个大四的学生,给了他年薪二十万的工资,然后还说现在给得少,以后还要再涨。 刚才女儿夸其他男人有魄力有眼界的时候,他心里还隐约有些不屑,感觉女儿见识短浅,但现在看来,人家不仅有魄力,而且还远远超出自己的预期。 他们跟你签署劳务协议了吗?江迅问道。 签了,一切都按正式员工的待遇走的,很正规,许总对我也很看重,我也很喜欢这份工作,所以我就擅作主张没去面试。 爸、妈,我真想自己先闯一闯,不想所有事都有你们安排。 要是命运真想让我服从家里安排,那也等我撞了南墙后再说。 江迅听着女儿的话,终于长叹口气。 女儿,真的长大了。 老江,干脆就由闺女去博一把,以后未必比做记者差。 韩昭雪显然已经心动,推了一把江迅道。 江迅点点头,道,行,那家里就支持你一次。 对了,你们这个网站,以后还打算扩大吗? 听到家里人支持自己,江南眼里闪过一道惊喜,此刻重重点头道, 当然,在一些一线城市,我们会把家教平台全面铺开,等知名度真的起来,然后再朝二三线城市渗透。 当然,二三线城市的消费水平比不上一线城市,所以营业方式也需要改变。 比如现在的静拍,肯定就用不上了。 只能采用静拍和明码标价的形式,把家教给高三学生送出去。 当然,当时我决定加入这个平台的时候,并不完全是因为它的发展前景。 还有什么? 江迅夫妇诧异问道,我们现在的盈利其实还可以从家长那里收5%的中介费,从学生手里收3%的提成。 照咱们现在的规模走下去,一个月的净利润可能就能达到千万甚至更多。 而这些钱却不会成为利润,而是用来成立一个助学慈善机构。 从今天开始,我们平台上所有的钱都会公开透明,向全社会开放。 盈利的钱扣除公司各项成本,其他的钱都会捐给各地的高三贫困学生。 江南清晰简洁道,也就是说,你们公司属于公益性质的。 江南急忙问。 对。 江南笃定点头,随即打开网址后台,找到慈善机构的区域道,正好今天这个平台要上线,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调出来你们看看吧。 说着,江南在后台把是否上线的选项中,点了事后,点击提交,然后刷新了下FC家教平台的网页,果然在平台的右上方,有一块名为FC助学的板块。 江南点击进去后,在平台最上方,有一行雕红加粗的字,即日起,FC家教平台所有账务信息,都会在本页面给大家展示。 在扣除公司运营各项成本后,其他所有盈利,都会捐给贫困高三学生,希望各界监督、指导。 在这行字下,还有一行小字进行说明,助学基金总额,在上午9点到下午6点,每两小时更新一次。 各项收支表,每周一更新。 而这个页面的左侧,则显示着一个数据。 助学基金总额,55.59万元。 而在正中部分的页面,则有一个公告帖子,FC家教平台9月25日至10月7日前支出表。 江南点开这个帖子,果然,里面对各项支出都有详细报道。 公司搭建成本,30万元。 网站推广成本,223.45万元。 前期人工投入成本,18.56万元。 拆旅费,6万元。 支出共计278.01万元。 家教333.6提成收入,万元。 收入减去支出,净利润正好是55.59万。 这个数虽然不多,但FC家教公司,开业至今一共就一周时间,不仅赚回了所有成本,更是有了50多万的盈利。 看着这些数据,江讯半天才反应过来,随即问,真是厉害,这些钱准备什么时候花出去? 明天,我们已经选定好了一个地方,济北省的一个贫困县,挑了他们县最好的高中,也联系了每个班级的班主任,要他们准备下最贫困的学生名单。 等明天过去的时候,会以现金的形式把钱发到这些学生手里。 江南说出了自己计划。 听完女儿说清楚FC家教平台的发展方式,江讯心里愈发惊叹,你们公司两位股东是什么身份? 江南摇了摇头,看起来不差钱,但具体身份还不清楚,不过年纪都不大,20多岁的样子。 20多岁,听到这里,江讯身体一震。 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平台,他本以为会是哪个大拿创建的。 没想到只是两个20出头的小子,想了想才到,有时间可以约下这两人,一起吃顿饭。 江南文言心里一喜,他知道父亲的能耐,如果FC能得到他一定的支持,对公司也大有好处。 当即点头道,好的,我哪天约下他? 叮铃铃铃。 一道手机铃声传来,看到号码,江讯神色微微一正,立刻走到窗户边按了接听。 我是江讯,有什么指示? 江部长,现在过来开个会吧,领导亲自主持,针对M省庄湘南的事做个会议。 电话那边传来一道女声。 好的,谢谢陈秘书。 客气道了声谢,江讯跟家里人挥挥手,立刻朝屋外走去。 燕京,一处机关单位,会议室,里面坐着七个人。 看着人已经到齐,为首一面色威严的男子吻声道。 各位,这次接到不少人举报,M省领导庄湘南已全谋私,为其子庄泽的生意,保驾护航,谋取资源,并以前经常包庇其子各种顽劣事故。 如今调查结果都已经放在桌子上,这些年,庄家父子各种事,事无巨细全部明了。 对于这件事如何处置,大家都发表下意见。 其他六人文言,此刻也翻看着桌上的资料。 一页页看完后,庄湘南的老友金明,立刻开启了画匣子。 领导的政绩,大家应该都有目共睹,各项经济增长很快。 今年更是让一些贫困落后的地区致富,放眼全国这成绩也可以排在前列。 再看看他这些年的所有事迹,都算得上两袖清风,清清白白,在M省的风平。 口碑都没话说,这么优秀的领导,我建议要予以褒奖,支持和信任,不能含了我们干部的心。 不能因为一些小人的诋毁,就含了M省百姓的心。 听着金明智地有声的话,领导微微点头,道,金部长说的都是事实,其他人还有什么意见没? 我感觉金部长说的不错,领导这些年兢兢业业,M省的发展速度很快。 今年更是让几个贫困村经济快速发展,是所有贫困村的榜样。 这样有能力的人,说褒奖可以,要是惩戒的话,未免有些说不过去了。 一中年男子也表示支持庄香男。 这人刚说完,一位头发梳得油光赠亮的薛寿中年男清了清皂子,沉生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现在M省的百姓对庄香男支持,是因为别人不知道里面的黑幕。 不说别的,两年前棋子庄泽,强行夺取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股份,并胡家虎威借用庄香男的名头,到处招摇撞骗,骗取钱财,侵害了其他创业者的利益。 如今庄泽不知悔改就罢了,反而变本加厉,开了一家服装厂,然后借用其父职权,到处清销服装,更过分的是,这赚钱的主意竟然打到了学生的头上。 根据调查,M省几个市区的各个中小学,都在用庄泽旗下公司生产的校服,影响极为恶劣。 顿了顿,此人继续道,如果别人不知道还好,但如今已经有人举报,现在的媒体多么发达,这件事相信很快就能人尽皆知,如果这时候还继续任用庄香男,谁还会服他?谁还会支持他? 老云,你这话说得就严重了,领导有没有滥用职权帮,庄泽赚钱,现在谁也没有真正的证据,这这样属于诽谤啊。 一身财发福的中年人,震声道。 我感觉云院长说得很对,现在的舆论实在是太厉害了,庄泽赚了这么多钱,如果说没有庄香男背后支持,谁信?不说别的,就说校服这件事。 本来每个地方的校服,找的服装生产商都是不一样的,人家合作也不是一天两天,这关系能说断就断,凭什么就选择和庄泽合作,这中间很多是经不起推敲,一旦公布于众。 最后的结果就是被天下人诟病,我建议先关停庄泽公司,彻查账户信息,给庄香男也暂时停职,等一切都水落石出后在意。 一大眼男子震声道,除了领导外,六个人已经有五人表态,如果最后一人是支持庄香男的,庄香男的危机应该就能直接解除,如果他也想让庄香男受到处分,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要再次彻查庄香男。 很多是迟则生辩,本来没有的事,随着时间就有了,白的也变黑了。 领导的目光也落在最后一人身上,温和道,江部长,您有什么意见? 江迅明白自己这一票的重要性,这一瞬间他就进入了进退两难的情况。 庄香男的资料他看了,感觉这确实是个好领导,虽然资料显示他儿子有些混账, 甚至庄香男自己也有些无伤大雅的小问题,但终究是瑕不掩瑜,一生清清白白,让人赞叹。 但云院长的权力很大,既然他想整庄香男,自己如果跟他唱反调,以后云院长会不会给他下半子? 正当江迅犹豫之际,金明忽然道,对了,我再补充一点,这些资料一点也不客观。 其中对庄泽的描述,更是严重扭曲了事实。 这个青年我了解过,是个很有能力的青年才俊,人家的服装公司就是他凭自己的努力才经营起来的。 当然,避开这个不谈,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证明。 你们说庄泽是靠领导的关系,但你们听说过FC家教平台没有,这个就是庄泽创立的。 创立的地点就在燕京,庄香男的手可伸不到这里来吧。 FC家教平台是庄泽创立的,领导眉头一扬,眼里闪过一道神采。 领导也听说过,就是庄泽创立的,精明用力点头。 领导陈寅片刻,才看向江迅道,先听江部长说完他对领导的看法吧。 江迅听到FC家教平台的时候,心里就明白自己该支持谁了。 此刻听到领导问话,笑道,咱们的调查组能力强悍,相信大家都清楚,这份资料既然没有记录领导的污点,那我也相信他这一生清清白白。 而且,人家的成绩在这里摆着,如果予以处分,我相信确实会含了M省百姓的心。 如果有人恶意抹黑领导,我建议严惩处理。 听到江迅的话,金明心里也是一喜。 他很清楚庄香男跟江迅没有一点关系,而云院长的权力比他大,他能站在自己这边真是十分难得。 领导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点点头道,嗯,综合下大家的意见。 我感觉领导与其儿子并没有多大问题,至于是谁在抹黑领导,我们也要追查到底。 对了,诸位都听说过FC家教平台吧,这个平台你们怎么看? 老有儿子整出来的平台,金明自然得支持,当即点头赞道,很不错的平台,发挥了大学生的价值,促进了高三学生的成绩提升,从近的角度来看是一举两得。 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又能给社会培育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这个平台理应支持啊。 云院长似乎跟庄香男并不对付,此刻也唱着反调。 话是这么说,但这平台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还向学生收取提成,我感觉赚学生的钱有些不道德。 而且这种私企能保证每位学生的安全吗? 虽然现在没出什么问题,但这平台毕竟只成立了一周时间,以后的日子里,他们能保证这么多学生的安全吗? 而且,教育也是咱们重点抓的问题,最好不要和利益挂钩。 FZ家教平台对外收费的价格,好像都有一小时一千块钱的家教。 这么高的价格,那些家境普通的高三家长怎么承担? 我建议把这个公司取缔,然后教育部专门成立一个类似的家教平台, 对每位请家教的家长进行登记,这样能保证大一学生的安全。 然后每位家教的价格都统一定价,比如标价15元或者20元每小时。 对一些高考分数较高的家教,由上面予以一定补贴,争取让每位高三家庭都能请到家教。 这样能让更多的高三学生受益,能为上面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听着云院长的话,一旁江讯有些恼了。 自己女儿在里面可是总经理的位置,要是家教平台做好了,对自己女儿有多少好处? 岂能被你一句话就推翻了? 当着老子的面,你就想毁了老子女儿的幸福。 一时间,江讯原本对云院长仅存的一丝顾虑彻彻底烟消云散,语气严肃道道, 云院长,你一定没有好好了解FZ家教平台, 恰好这么有意义的平台,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顿了顿,江讯继续道,这个家教平台虽然建立时间短, 但公司各项体系非常成熟。 云院长刚刚说的安全问题,我想根本是不存在的。 注册这个平台的会员,需要手机验证码,一个手机只能注册一次。 光凭这一点,就能保证大部分家长的信息合法。 然后在大义学生去做家教之前,他们公司会派出专门人员上门认证, 需要检查家长的身份证、房产证或者租房合同以及高三学生本人。 我想凭借这几点,就能保证家教和家长双方的安全。 FZ家教平台想的,要比咱们想的还多。 每个家教的网站后台,都有一个确认到家的打卡系统。 如果做完家教两小时后没有打卡, FZ家教公司会主动联系这位学生,如果联系不上,会报警处理。 云院长,你现在还感觉这个私企无法保证大义学生的安全吗? 听到江迅的问责,云院长有些蒙笔。 老子跟你,好像没什么过节吧? 你刚才支持装箱囊我可以理解,但此刻你呛我干啥? 不过当着众人的面,云院长也不好发作,脸色不好道,这么一说是比较完善。 云院长以为这事儿就完了,却没料到江迅这丝竟然又打开了话匣子,应该说是非常完善。 而且,刚才云院长说,FZ家教平台向学生收取提成很过分, 想让上面成立一个家教平台。 但不知云院长想过没有,原本别人时薪能达到五六十, 结果来我们这里,时薪只有十五元。 你感觉这些大学生是愿意交中介费,还是愿意接受时薪十五的价格? 不等云院长搭查,江迅毫不客气继续道。 而且,FZ家教收取的提成非常少,从学生手里只收百分之三的提成。 他们也是公司,人力,物力都需要花钱,收取这点钱我感觉很合理。 教育虽然是大问题,但上面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既然他们的经营方式,大义学生和家长之间都没有意见, 咱们费力不讨好的成立家教平台,简直是鱼不可及。 听着江迅言辞如此犀利,这次不仅是云院长,其他几人也全蒙笔了。 印象中云院长好像确实没得罪江迅吧,这家伙怎么今天一直呛他? 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再次发生,江部长竟然没说完。 清了清嗓子,江迅继续道,还有一点,云院长没好好关注FC家教平台。 他们不仅仅是一个盈利的平台,还成立了一个慈善机构FC助学,扣除公司运营成本外。 FC家教平台所有利润都会纳入FC助学里来,然后以现金的形式,直接发给各个地方的贫困高三学生。 所以我感觉,现在的FC家教平台才是最健康的状态,我们只能各种政策予以扶持,不要有任何插手。 江迅这劈头盖脸的教育,让所有人都震惊地无以复加,但他最后说的这个消息,却让在场的所有人眉头一跳。 领导此刻也惊讶问,他们不盈利,你怎么接到的这消息? 江迅笑道,来的时候浏览恰好浏览这个网站,看到了他们新推出来的公告,网站首页就有。 领导神色一动,看着身边的秘书道,小珍,看一下。 小珍N了声,快速打开会议室的投影仪,然后打开了FC家教平台的官网。 看着很醒目的FC助学图标,秘书小珍点了进去。 当看到FC家教平台,竟然做到了财务透明,不在盈利的主旨时,所有人不经意待。 看着账面上的信息,如果按这条路走下去,FC家教平台每个月有破千万的净利润并不难。 甚至如果能普及全国的话,盈利还要远远超出这些。 这笔庞大的资金,人家说不要就不要。 如此高尚的情怀,如果再去污蔑人家,未免说不过去了。 良久,领导才从震惊中反应过来,手指敲着桌面,一字一句道。 庄香男的事情,以后谁也不要再提,彻查究竟是谁在恶意抹黑我们的干部。 其次重点关注FC家教平台,如果有必要,就予以一定支持,这个信息务必传达下去,禁止所有人破坏FC家教的发展。 在座的诸位文言心里一颤,FC家教的话,无疑成了庄香男一大靠山。 而今天支持庄香男和FC平台的人,也算是交了一份善缘。 散会后,金明回到车里,兴奋地找出庄香男电话,赶紧报喜去了。 不知不觉,徐芳留在A市已经一周时间。 这一周以来,被烧毁的那栋秀兰大酒店,外表已经重建得差不多,现在开始重新装修室内。 该更换的桌椅器具,也都要换新。 徐芳粗略估算了下,光是维修成本,就要砸进去千万之多。 如果算上名声,利润造成的损失,这次火灾给酒店带来的直接损失就达到了三千万之多。 损失惨重。 这段时间,徐芳除了不断给警方施加压力,然后就在等。 等纵火的幕后黑手主动现身。 这日下午,徐芳坐在酒店跟郑秀兰聊天。 随着景区发展步入正轨,郑秀兰此刻也悄悄松了口气。 虽然黄金周的时间已经过了,但越海村景区的热度并没有完全降下来。 这个仙境一般的地方,受到了来自国庆期间所有游客的好评。 几十万人在自己的圈子里合力宣传,这份影响力不可谓不大。 休年假的,休婚假的,休产假的,或者直接请假的,甚至一些已经退休的,当老板的。 公司团建旅游,不少人都选择了来越海村旅游。 相较于其他景区假期后,忽然就变得生意惨淡,越海村景区的发展,无疑是欣欣向荣。 不仅仅是越海村景区,郑秀兰打理的越海村中药公司,此刻生意也逐渐扩大,在M省已经站稳了脚跟。 徐芳琢磨着,如果纵火的幕后凶手还是不现身,自己不如回去好好整顿下自己产业。 叮铃铃。 正当徐芳沉思之际,手机铃声忽然响了起来。 看了看号码,竟然是跑牙强的。 徐芳按了接听,好奇问,跑牙强,你找我。 跑牙强知道徐芳的厉害,态度也无比客气。 徐爷,万家生佛托我跟您传个话,邀请秀兰大酒店的负责人去聊慧天。 徐芳眼睛一眯,终于是忍不住了吗? 笑了笑道,行,什么时候? 这个倒没说。 跑牙强有些为难,就说明天。 徐芳知道问他也没用,笑道,行,给我带个话,说我明天一定赶到。 好的。 应了一声,跑牙强终于没忍住,小声急速说了句,徐爷,我现在处在你跟万家生佛中间,也比较为难,现在我只能保持中立,希望徐爷别见怪。 不要在背后使绊子,我自然不会为难你。 徐爷放心,您就算借我一万个胆子,我也不敢啊。 跑牙强心里一松,急忙回到。 挂了电话,徐芳沉思片刻,还是决定去一趟。 一日一早,徐芳跟林香雪、心仪和赵宇飞一起吃饭。 今天,我去趟金灵市,你们盯着点酒店的重建进度。 吃过饭后,徐芳温和说了句。 去哪?林香雪抬头问。 万家生佛请我过去一趟,我去会会她,如果有可能,酒店的问题也能彻底解决了。 徐芳笑道。 我跟你一起去。 林香雪忽然说了句。 徐芳文言一愣,随即摇摇头,不行。 林香雪眼睛一眯,坚定道,是不是想说太危险了? 我去不合适,但这么危险,你感觉我让你一个人去又能心安? 怎么,你连一个女人都保护不了。 徐芳文言心里一顿,正正地看了眼林香雪,半赏才微微点头, 行,一切听我安排。 徐总,我也去。 赵宇飞急忙道。 胡闹什么?徐芳眼睛一瞪,你跟心仪留在A室。 心仪此刻着急了。 徐芳,我怎么还留着了? 你们去了就是脱油瓶,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 徐芳轻松笑道。 虽然不知万家生佛究竟是何方神圣,也不知道这次鸿门宴凶急如何。 徐芳这一天过得都无比轻松。 一日,吃过早饭后,徐芳才慢悠悠开车,载着林香雪出发。 车内,林香雪慵懒地坐在副驾时,平静问,约得今天几点? 他们没定时间,就是让咱们过去。 徐芳如实道。 原本慵懒坐着的林香雪,此刻忽然坐直了身体,身上的气质也瞬间变得凌厉,时间都没定。 要是咱们去早了,他们约得半夜,咱们是不是还要在那等着? 架子倒不小,今天到了金陵好好歇一歇,明天有时间的话再过去。 看着这个从内到外都无比骄傲的女人,徐芳微微一笑。 虽然她自信,不管什么时候去,都有把握B万家生佛及时出现,但把佛爷亮一遍,似乎也挺爽的。 当即点点头道,行,那咱今天去转悠转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楼盘适合开酒店。 林香雪身上的灵力转瞬即逝,瞬间就恢复了原本的雍容。 听到徐芳的提议,林香雪微微一笑,似乎是因为徐芳支持了她胡闹的决定,心里莫名有些欣喜。 不怕明天万家生佛为难你,林香雪慵懒问道。 不怕,徐芳斩钉截铁道。 哟,这么男人,林香雪有些诧异。 徐芳嘿嘿一笑,到时真出了事,我就把你压在那儿,这么漂亮的妞,相信能让我平安回去吧。 滚毒字,林香雪柳梅倒树脆道。 放心吧,现在是法治社会,谁敢明目张胆对我们怎样。 徐芳轻松一笑,那种洒脱之气,似乎对万家生佛并不在意。 徐芳的车开得又快又稳,A是道金陵,近三百公里的路,愣是两小时,就到了。 这不是徐芳第一次来金陵,但依旧感慨这座城市的繁华。 寻了个市中心,一家五星级宾馆,开了两间房,两人简单休息了下,中午十二点半,两人便一起出去吃饭。 去谢氏集团的江浙大酒店看看吧,他们不是苏浙两省最大的酒店吗? 看看咱们对手究竟是什么水平,咱也好做个计划,看看多久能把金陵的餐饮市场拿下。 林香学浅笑道,徐芳微微点头,自己跟万家生佛根本没半点关系,他纵火烧自己酒店,很可能是受人指使。 而背后这个人,哪怕不是谢氏集团,也跟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于这个恩怨已久的强敌,徐芳恨不得早日铲除。 来到苏浙大酒店,立刻有一名迎宾走过来,客气道,是两个人吗? 对,两个。 徐芳点点头,请问是包厢还是客厅?迎宾温和问。 包厢。 好的,先生请跟我来。 迎宾微微弯了下腰,带着两人朝楼上走去。 徐芳微微点头,毕竟是S省老字号酒店,这些基础的服务水平都不是盖的。 到包厢点了几道主打菜后,林香雪笑道,看起来还可以,想啃下这块市场,不容易啊。 金陵市是他们真正的大本营,实力肯定也最强。 不过也没什么,A市的市场我们能挤进来,金陵市也一样。 对江陵大酒店的实力有了初不了解,两人吃过饭后,徐芳开车从市中心开始到处转悠。 已经十月中旬,金陵市还是深秋时节,没有北方那么寒冷,穿着外套也有几分惬意。 看着车窗外繁华的街道,林香雪感慨道,生意做大了,休闲的时间反而减少了,真是有失有的。 后悔吗?徐芳问。 有啥好后悔的,毁荣之前我的志向,就是在某一领域做到华夏最成功的一人。 虽然毁荣时低迷过,但这个想法一直没有改变,没达到那个地步,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而且,谁说一定要清闲才会快乐呢?林香雪眨着美目俏皮道。 徐芳怂怂间,林香雪是个女强人,她很清楚。 两人不断盯着马路边,看着适合开酒店的地方。 徐芳,你看这栋楼不错,林香雪指着车窗外移动十六层的酒店道,可惜这个公司挺成功的,应该不会把楼转让,旁边那栋楼也不错。 徐芳顺着林香雪所指的方向,看着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是做汽车的,想来不差钱, 估计也不会把这九楼卖出去。 再看看这汽车公司旁边的楼,徐芳不禁翻了个白眼,那华夏银行四个大字,让徐芳有些眼疼,人家银行差你买楼的钱。 嘿,我就感慨一句,谁说要买了? 林香雪瞪了徐芳一眼。 徐芳很久以前就明白不要跟女人讲道理,很识趣地闭上了嘴。 市中心一般都是商业区,购物中心这些,如此繁华的地段,很少有空闲的楼盘。 徐芳很快将车驶入二环,如此开了几分钟,林香雪脸色也认真起来。 这栋楼不错,是一间对外出租的写字楼,如果咱们愿意租户的承担违约金,可以高价跟业主买下来,只是不知道里面结构什么样,方不方便改。 造!林香雪指着旁边的楼道。 徐芳看着这栋楼,十三层,面积很适中。 而且看着名字,显然里面都是写字间,虽然楼层只有六层,但相较于很难找的楼盘来说。 这地方确实不错,点点头道,先标注一下,等全部看完了,咱们再挨个谈。 林香雪快速做了标记,两人继续观察。 二环的楼盘要比最中心多一些,转有了大半圈,两人找到了三处还算妥当的地方。 正当徐芳准备去三环看看的时候,林香雪忽然指着前方道,徐芳,你看那栋楼。 顺着林香雪所指的方向,徐芳就看到一个街口的地方,一栋高楼赫然屹立。 底层面积千平左右,一共八层。 最主要的是,这栋楼的外墙上,竟然标注着此楼出租的字样。 迅速将车开过去,徐芳不禁哑然失笑。 这栋楼已经没人管理了,门前的一些停车位已经被一些车给占得差不多。 看到前面有个车位,徐芳车头一拐,立刻将车打了进去。 滴滴,徐芳刚停车,忽然一阵急促的喇叭声。 徐芳透过后视镜一看,一辆还算气派的宝马车,正在车后狂按喇叭。 好像也想在这车位停车。 林香雪笑道,这栋楼一看已经没人用了,连门口保安亭都没人。 估计附近公司的人看着停车场无人使用,还不收费,干脆过来占点便宜。 先来后道,他来晚了就没了呗。 徐芳对此不以为意,将车停稳后下车。 那个宝马车主此刻将车窗摇了下来,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探出脑袋。 长相倒挺帅气,只是眼里有些桀骜不驯的轻浮,指着徐芳喝道, 小子,把你车挪开。 为什么要挪,你家的停车位,徐芳纳闷问。 曹,小子还挺横啊,信不信老子弄死你, 桀骜青年指着徐芳喝道。 傻比,你想怎么弄死我,徐芳笑眯眯问。 看着徐芳欠踹的模样,青年不禁一怒, 推开车门走过去,照着徐芳就是一巴掌,妈得反了。 不过,手掌还没到徐芳脸上,就听喷的一声, 青年直接摔了个四脚朝天。 徐芳风轻云淡地收回腿,骂道,哪来得滚哪去。 曹,青年怒骂一声,急冲冲朝车里走去。 看着青年的做派,徐芳立刻明白, 这小子想干嘛,将林香雪推到一旁, 然后快速朝车里走去。 轰隆隆。 两人的汽车声同时响起,透过后视镜,徐芳看到身后青年把宝马朝后倒了几下。 徐芳嘴角露出一抹冷笑,也不慌乱,踩着油门猛地倒车,直接把车倒了出来。 车头正面对向宝马车。 对面的青年显然没吃过什么亏,如今看到一个开着外地车牌的人, 敢在自己地盘上作威作福,哪里咽得下这口气。 当即一踩油门,车迅速朝徐芳撞来。 徐芳眯着眼睛,挂上倒挡,迅速倒车。 看徐芳朝后退,青年以为徐芳怂了,心里一喜,眼里闪过一道残忍的光芒。 直接将油门踩到底冷笑道,小笔患子,现在想跑,看老子撞死你。 看着对方突然全力加速,徐芳熟练地将车挡朝前一掰,油门也直接踩到底。 两辆豪车的性能都不错,直接将油门踩到底,伴随着轰鸣声迅速提速, 两辆车瞬间撞到了一起。 砰!哗啦啦! 林香雪站在一旁,钻紧的拳头里也捏满了汗珠,徐芳的车就是他送的。 花了两千多万整来的顶级防弹车,自然不是对面青年的普通车所能比拟。 虽然知道徐芳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但此刻他还有些紧张。 当两车撞在一起,林香雪急忙看去。 当看到徐芳的奔驰玩好无损时,不禁松了口气。 再看看那青年的车,车头已经严重变形,车窗的玻璃也全部破碎。 透过车窗,虽然有安全气囊的保护,但依旧被震得七昏八素。 反观徐芳,依旧坐得笔直,颇有一种伶俐的神韵。 徐芳嘴角一撇,将车再次朝后一倒,然后猛地提速朝前撞去。 砰! 这下青年毫无准备下,脑袋直接撞到了车顶,差点晕了过去。 当看到徐芳的车竟然再次朝后倒,青年心里一个咯噔,带着哭腔吼道,停,别撞了,别撞了。 徐芳耳力甚好,自然听到了这青年的哀求,笑眯眯地走下车,来到了青年车边。 将他要是拔下来,看着摔得已经晕头转向的青年,也不着急,等他稍微恢复了一点。 才与其平静问,小兔崽子,撞了爷的车,你打算怎么赔? 陆锋此刻才反应过来,急忙看向徐芳的车,当看到眼前的景象后,不禁使劲眨了眨眼镜。 不会吧,对面的车怎么连保险杠都没变形,再看看自己的车,车窗前的玻璃都干碎了。 老子问你话呢?徐芳甩手照他后脑勺拉了一下,脑袋本就被车顶撞得生疼,此刻被徐芳来一下,更是疼得他比牙咧嘴。 不过想到徐芳之前比自己更狠的姿态,也没了最开始的气焰,道,你车又没坏,赔什么赔? 我看最多掉点七。 谁说只是掉了点七,还受了内伤? 徐芳甩然道,我那车两千多万买的,先不说里面的零件不知坏了多少,你知道不耐点七得多少钱吗? 啥?车还受内伤?青年虽然桀骜,但并不傻,知道徐芳此刻是在讹他,当即吼道,让保险公司来鉴定。 啪!徐芳又是一巴掌抽在陆锋后脑勺上,怒骂道,老子哪有时间陪你玩,赶紧赔钱。 不赔就揍你,不赔就揍我,陆锋有些傻眼。 想到徐芳那两巴掌打在他后脑勺的感觉,他也感觉头皮有些发麻,而且他本不缺钱,只想赶紧摆脱这鸟人,只得服软问,你想赔多少? 我这车两千多万,奔驰防弹车,不识货的话可以上网查查,网上报价绝对只高不低。 你都给撞成内伤了,你说赔多少合适,徐芳笑咪咪取出银行卡,道,这辆车是我女朋友送的,平时别人碰一下,我心里都堵得慌,你给撞成这样,说实在的,老子没揍你,还真有点不甘心。 现在开始赔钱,赔多少看你诚意,我也给你提个醒,要是诚意不够,就只能揍你一顿了。 徐芳森然道,听着徐芳的话,陆锋知道今天碰到对手了。 对方这轻车熟路的勒索方式,肯定不是擅长,自己这次踢到铁板了。 好汉不吃眼钱亏,倒不如先赔了他钱,然后再找人好好调查下他。 只是徐芳说这车两千多万,他是一点也不信,也不嫌丢脸,拿出手机开始搜这款车。 奔驰产的防弹车不多,而且今年的新款就这么几样,很快他就找到了跟徐芳同款的车。 当看到一辆车所有配套的东西下来,竟然要两千三百多万时,他此刻肠子都毁清了。 他虽然是个顽固,但也无比爱车,很理解爱车的人对车的珍惜。 别人要是把他车寡蹭了,他都恨不得让人赔一辆新车的钱。 将心比心,他知道几万块钱对方可能看不上眼。 打开手机银行,陆锋犹豫了下,才在一后面输了六个零。 刚要点确定,就感觉脑袋瓜子一疼,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 草,打发要饭的呢?信不信老子弄死你? 横得怕愣得,平时张扬跋扈的陆锋,此刻也是半点脾气没有。 哭丧着脸道,大哥,你这车就掉了点七,要不先赔你这么钱当精神损失,车我帮你找人修。 啪啪啪啪啪啪啪。 徐芳一把扯过陆锋的领子,甩手六七个大嘴巴子,语气也沉了下来,少他妈废话。 信不信老子今年弄死你?我赔,我赔,感受着脸上火辣辣的疼,陆锋终于认了怂,颤抖着手在。 手机上多打了一个零,哀声道,大哥,就这么多钱了。 少蒙我,开这么好的车,就带这么点钱,徐芳又是一巴掌过去。 真就这么多,陆锋眼泪都流了出来。 他妈的,晦气,先转这么多,欠的钱下次补上,徐芳怒骂道。 好好好,陆锋快速点头。 看到青年已经转账成功,徐芳将车钥匙一丢,喝道,赶紧滚。 青年也不敢怠慢,拿起钥匙将车一倒,迅速落荒而逃。 徐芳,你没事吧?林香雪此刻走过来,有些担心。 没事,你送的车质量就是好。 徐芳嘿嘿一笑,走到自己车边,用袖子擦了擦车头,原本车头的一些漆立刻就掉了。 露出了完整无暇的原车身,徐芳瞪大眼睛惊叹道, 嘿,感情咱这车一点没坏,是沾上了那小子车上的漆。 林香雪也笑了笑,你这都构成勒索罪了。 这都是她自愿的,我哪有勒索。 平白赚了一百万,徐芳脸上也有些笑意。 行了,咱先联系下这家店问问情况。 嗯,林香雪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照着上面的号码,徐芳打了过去,电话响了几声就被接通,一道浑厚的中年男生传来。 喂,你好,哪位? 你好,我叫徐芳,在北二环这边看到有栋楼,你们在对外出租,不知能谈谈吗? 徐芳客气问。 你想租,电话那边犹豫了下才继续道,可能租不了了,如果能租的话我今晚联系你。 怎么样? 你那边不打算对外出租了? 徐芳好奇问。 对,这边有个人想直接购买,我恰好不打算在金陵发展,不如甩手出去,不好意思了。 电话那边的人笑着道歉。 徐芳心里一吐,急忙道,您稍等,我这边也可以购买,现在方便聊聊吗?价格方面可以谈。 那边显然没想到徐芳也会购买,而且徐芳说价格可以谈,也确实让她有些异动。 一家买楼的人,可能还会跟她在价格上磨叽半天,但如果有个竞争对手,这效果就好多了。 想清楚这些,对方温和道,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四点来一趟冰山茶馆,离我那栋楼不远。 徐芳看了看时间,才刚三点半,点头道,没问题,我这就过去。 对了,您怎么称呼?张贵兴。 好的,张老板待会见。 徐芳笑着挂了电话。 怎么样了?林香雪好奇问。 她想去别的地方发展,这栋楼想卖掉,估计本来约了别人,现在知道我也有异想,干脆把我叫过去,给对方当个竞争对手, 然后让我俩一起抬价。 徐芳笑着分析。 林香雪微微一笑,道,钱都是小事,只要她卖就行。 徐芳与林香雪在许多消费观念上都出奇的一致,当即也同意道, 不错,行了,上车吧,咱们过去看看。 导航那个地方后,徐芳开车朝冰城茶馆赶去。 到了地方,时间也就三点四十,停好车后,徐芳两人坐在门口的休息区等待。 这楼在二环,价格也不低,一瓶至少也得三万。 八层,那也得八千瓶,这栋楼下来,至少得二点五个亿,两家净价的话,价格可能还会高,可不是小数目啊。 林香雪感慨道,徐芳知道这价格确实不低,想了想道,咱们现在的钱不够吧。 林香雪翻了个白眼,够啥,咱们现在还欠银行几亿啊,还记得你在粤海村旁边买的小区布? 光那个,咱们就带了五亿。 加上咱们之前各种贷款,咱们现在还欠银行六亿多,每天光还利息就不少,你以为你多有钱呢? 徐芳听到这个树吓了一跳,六亿多,这每天的利息真要上天了,颇为心疼道,这次回去立刻炒那个小区的价格,一定把价全部炒上去,争取把款早点还上。 你心里有数就好。 看到徐芳重视起了这个问题,林香雪也长舒口气,上次贷款的时候就已经是极限,这次我再多跑跑,贷款应该能拿下来,不过应该真是最后一次了, 咱们也得赶紧回款,放心,近期全给还上。 徐芳笑了笑道,两人这么闲聊了会,时间很快就到了四点。 叮铃铃,徐芳手机适时响起。 徐芳看了看,正是张贵星的号码。